韩国男团Super Junior部分成员 今年先后入伍服兵役 粉丝要知道偶像的军中生活 就只能靠线人帮手 日前成员盛名的老婆金思恩 就在SNS上PO了一张 同老公以及老公跟队友神童的合照 途中见到盛名和神童 一起穿了件红色的仪仗队对付 原来他们是以军乐团成员的身份进行演出 隔了超过半年再见面 两位SJ成员都表现得好开心 神童看上去还好像瘦了一点 另外在上个月入伍的成员盈鹤 近日就公开亲笔信 透露自己已经适应训练生活 作为小队长也有好好完成负责的任务 又是多得粉丝写信 令他可以知道成员的近况 盈鹤还说笑指自己在军营特别的帅 好想快点上舞台跟大家见面 并预告自己2017年7月12日回归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韩国男团Super Junior部分成员 今年先后入伍服兵役 粉丝要知道偶像的军中生活 就只能靠线人帮手 日前成员盛名的老婆金思恩 就在SNS上po了一张同老公 以及老公跟队友神童的合照 途中见到盛名和神童 一起穿了件红色的仪仗队对付 原来他们是以军乐团成员的身份进行演出 隔了超过半年再见面 两位SJ成员都表现得好开心 神童看上去还好像瘦了一点 另外在上个月入伍的成员盈鹤 近日就公开亲笔信 透露自己已经适应训练生活 作为小队长也有好好完成负责的任务 又是多得粉丝写信 令他可以知道成员的近况 盈鹤还说笑指自己在军营特别的帅 好想快点上舞台跟大家见面 并预告自己2017年7月12日回归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